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一次的黑客攻击呢是倒走了4亿多个AMP加上1308个ETH 总价值呢大约是达到了2000多万美元 而黑客啊这一次就是利用了这个flash loan闪电贷款上面这个智能合约的漏洞进行了这一次的攻击 那什么是flash loan这个闪电贷款呢我们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平时普通的贷款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放贷的一方呢通常呢是要通过收取这个抵押品 来确保他们之后呢能收回这个资金 然后合同呢也是需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呢才能获得批准 而借款人呢之后就通过数周数月或者数年的时间呢来归还这个本金加上利息 那闪电贷款呢就是完全相反完全省去了这些复杂的程序也不需要任何的抵押品 只是通过智能合约上面的约定来跟着这个约定做就好了 而且呢是在瞬间发生的因为这个资金呢是在一次交易的几秒钟内就发生了这个借贷以及归还 那借款方呢就使用这个闪电贷会产生利润 而放贷的一方呢就可以从利润当中呢收取0.09%的费用 那如果这个借款人不归还本金或者呢是这个交易没有产生利润 又或者是这个智能合约当中的一些条款呢没有被满足 那这个交易呢就会发生逆转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资金呢就会归还到放贷的一方 那以上我们就是为大家解释了这个闪电贷款 那这一次的攻击呢就是因为这个闪电贷款 那有这个加密安全公司Pegshell就解释啊 这一次的黑客呢就是用了这个闪电贷款 在这个Cream Finance上面呢进行了一个500个ETH的一个借贷 然后之后呢又利用这个Flexa Network智能合约当中这个re-entrance bug 也就是可重入性的这样的一个漏洞进行了这一次的攻击 那最近啊我们是看到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呢是已经回暖了 可是同时呢却看到这个黑客的攻击呢也是更加的活跃了 尤其是这个DeFi平台呢我们看到了多个受攻击的案件频频发生 都是因为呢这个智能合约的漏洞而导致的 所以啊投资者们如果要用DeFi去投资或者借贷的话 大家都要更加谨慎小心咯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则消息啊第二则消息呢是这个 加密货币XRP的公司Ripple提出动议要求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提供他们员工持有的这个XRP资产 那首先呢事件呢是起源于2020年12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SEC呢向这个Ripple公司呢发起了一个重大的诉讼 就声称啊这个XRP是十多亿美元未经注册的证券发行 那Ripple公司当然不承认他们自己是证券发行商 也不承认XRP是证券啦 那所以这个诉讼呢直到上个月的时候呢是有了一个结果 那法官呢就根据作证裁定呢这个Ripple公司呢是胜诉 那现在有趣的是呢这个事情的最新的发展就是Ripple的公司啊 向法院动议要求强制SEC呢提供他们有关于这个数字资产交易管理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啊要求SEC提供他们的高层或者是他们的员工有没有持有任何XRP 或者任何其他加密货币资产 那因为之前呢分别在7月8号7月15号8月18号8月25号呢 Ripple公司呢都分别四次与这个SEC沟通 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 然而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SEC呢没有回应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呢就使用动议啊通过这个法院强制要求SEC呢提供相关的资料 那法院现在呢就要求SEC在9月3号也就是还有三天的时间就要回复这一个动议 那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drama很戏剧性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他们的员工呢是不允许购买任何证券 或者说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申报机制 那如果SEC认为XRP是证券的话他们的员工呢就不应该持有任何的XRP 那如果SEC认为XRP是证券而同时又允许他们的员工或者高层去持有或者购买 那SEC又要怎么解释呢?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的戏剧化 那接下来的剧情会怎么样的继续发展 而在9月3号SEC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我们会持续追踪为大家报道这件事情 好今天这一期呢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币价的发展在24小时之内 那BTC24小时呢是下降了1.37% 限价报47195.9美元 ETH24小时内是上升了2.22% 限价报3240.60美元 24小时内其他加密货币上升的最多的是CELO 上升了49.78% 限价报6.13美元 再看一下24小时内 下跌的最多的是REV 下跌了11.5% 限价报0.01806美元 好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谢谢 拜拜